朋友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发现绝对会让你几倍发凉 你敢信吗? 那颗正在飞离太阳系的星际天体三I Atlas 从最新观测图像来看 竟然像一枚朝着远离太阳方向及时的火箭 来,先看图 这八张图是2025年12月19日三I Atlas最接近地球式拍摄的图像 这是天文学家Tony Scamato带来的第一手资料 大家仔细看,图像最上排是不同波长波段的亮度图 分别对应中心波长0.659微米的红光 0.530微米的绿光和0.445微米的蓝光 底牌则是经过Larsen-Secanina梯度滤波器处理后的亮度图 大家有没有发现左下角那个朝向太阳方向延伸的显著结构? 那就是它的反尾喷流 形态比直又集中 完全不像普通彗星的尾迹 反而和我们发射的火箭尾部喷射出的气流一模一样 难怪会让天文学家们如此关注 接下来这张图是塞巴斯蒂安·沃尔特默博士 在12月19日拍摄的三I Atlas距离地球最近时的图像 这张图像清晰地显示在天体的左下角有一道显著的反尾喷流朝着太阳方向延伸 根据测量这道反尾喷流的长度达到了100万公里 相当于10个太阳的宽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在宇宙中及持的天体拖着一道长达百万公里的笔直喷流 这画面是不是和我们印象中火箭升空的场景高度契合 更特别的是 这道反尾喷流的形态非常紧密准直 这在以往观测到的彗星反尾中是极为罕见的 要知道 普通彗星的伪迹通常是扩散的 不规则的 而三I Atlas的反尾喷流 却能保持如此规整的形态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 是什么力量在维持着这种结构 今天是12月22日 距离三I Atlas略过近日点 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 距离它最接近地球的12月19日 也已经过去了三天 我们迫切地想知道 这个神秘的星际访客究竟是什么 然而 通过检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及欧洲空间局的官方网站 我们发现 目前还没有关于三I Atlas 在禁地点期间的最新公开的 经过全面分析的观测数据更新 罗布教授在他最近的访谈中也提到 最能揭示其本质的新数据分析 可能要等到2026年3月16日 也就是他最接近木星之后才能完成 这种官方的沉默或滞后 反而凸显了民间天文爱好者的重要性 正是像Tony Scamotto和塞巴斯蒂安 沃尔特默这样的业余天文学家 用他们的设备捕捉到了最及时的画面 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个星际天体的真容 他们拍摄到的显著反尾喷流 正是在官方数据缺失时最宝贵的线索 那么我们如何评估这个星际访客的异常程度呢 这里就要提到一个 由哈佛大学天文学家 阿维·洛布提出的分类体系 洛布量表 这个量表将星际天体从零分 天然冰眼石或小行星到十分 对人类构成潜在威胁的外星技术进行分级 目前3I Atlas的评分为四分 这个分数意味着它动态上足够异常 值得重点跟进 但仍与天然起源的彗星高度一致 它不是十分的外星飞船 但也不是零分的普通石头 它正处于一个引人深思的灰色地带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3I Atlas已经累积了14大异常 这些异常包括其非引力加速度 缺乏预期的挥发物等 都让它看起来不像是一颗典型的彗星 虽然官方没有更新 但关于3I Atlas的异常特征 却在不断增加 前几天我已经在我的频道 分享了它的14大异常那些内容 今天就不展开细说了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我12月17日发布的影片 今天重点要跟大家讲的是 洛布教授最新发现的第15大异常 在近日点附近 3I Atlas的凉度变暗速度 比已知的所有彗星都要快 而且它的颜色比太阳还要蓝 这听起来很专业 但我用大白话来解释一下 彗星通常是由冰和尘埃组成的 当它接近太阳时 冰升华 喷出尘埃 形成彗尾 这些尘埃颗粒会散射阳光 通常会使彗星看起来比太阳更红一些 这是一种被称为红化的现象 然而 3I Atlas的表现却恰恰相反 它在近日点附近不仅亮度增加的异常迅速 而且光谱显示它比太阳更蓝 这种蓝化现象对于一个由尘埃组成的天然天体来说 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它可能意味着 3I Atlas喷射出的尘埃颗粒异常微小 或者它的表面成分与我们已知的彗星完全不同 当然 对于洛布教授而言 这又增加了一个需要用技术解释来认真考虑的理由 他认为 我们必须对这种低概率 但影响巨大的黑天鹅事件保持警惕 就像最近全球情报机构调整做法 开始收集低概率事件的数据一样 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异常 3I Atlas的出现 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深刻的宇宙视角 洛布教授将3I Atlas比作一封直白的星际漂流屏信息 这封信息在12月19日 它距离地球最近时 传递给了我们 信息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 它告诉我们 派对不是关于你的 400多年前 我们坚信宇宙以地球为中心 现在我们知道 银河系中有数百亿个像太阳系一样的房屋 其中大多数比我们的太阳系形成的早数十亿年 人类是宇宙历史长河中最后0.0001的持道者 3I Atlas 以每秒60公里的速度穿越银河系 当它开始旅程时 地球上还没有人类 因此 我们不应该惊讶于这些参加派对时间更长的星际访客 并未计划与我们共舞 其次 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星际旅行的新机遇 3I Atlas向外飞行的速度是每秒60公里 而我们人类的旅行者一号只有每秒17公里 乘坐3I Atlas 我们的时间胶囊可以在公元1万年就抵达星际空间 而不是旅行者一号预计的公元3万年 罗布教授甚至开玩笑说 如果有机会 他很想搭3I Atlas的便车 让他把他的遗骸带到星际空间 这引发了我们对拦截任务的思考 我们是否应该设计任务 将人类的黄金唱片发射到像3I Atlas这样的大型星际天体上 让它们成为人类发送给宇宙邻居的星际漂流屏 与此同时 另外一些科学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设想 比如利用高功率激光束在其干燥表面刻写信息 希望这些信息能被可能存在的星际考古学家识别 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个哲学思考 如果外星人根本不会注意到我们留下的技术标记 这样的努力还值得吗 从火箭般的外形 到比太阳更蓝的颜色 再到那100万公里长的反美喷流 3I Atlas留下的每一个印记 都像是在对我们现有的科学认知提出挑战 更有意思的是 3I Atlas在12月19日最接近地球时 距离地球约2.6891亿公里 当时它位于狮子座区域的黄道附近方向 亮度低于12等 无法用肉眼直接观测 只能依靠专业的天门望远镜和相机 虽然当天它没有出现任何机动或异常活动 但其轨迹却巧妙地避开的地球观察 根据预测 接下来它将继续朝着木星方向飞行 将于2026年3月16日最接近木星 根据它现在的轨道状态 可以预测最近距离为5360万公里 这个距离接近木星的西尔半径 也就是5350万公里 在这个区域 木星的引力主导着太阳潮汐 有科学家建议 可以利用诸诺号航天器监测 SunI Atlas 经过拉格朗日点时的异常活动 比如是否会释放卫星等等 以上就是关于12月19日 SunI Atlas经过禁地点的所有已知信息 那倒像火箭喷流一样的反尾 这颗星际天体身上确实充满了谜团 到底它是一颗特殊的天然彗星 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技术产物 在这里我不会给出任何主观结论 所有的判断都留给屏幕前的你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在评论区 一起交流讨论 熟悉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一直专注于制作宇宙主题的优质长影片 而且频道更新速度很快 有朋友就问了 哪来的那么多素材及灵感 几乎是每天都在更新 实不相瞒 我一直呢 有在用一款叫Himalaya有声书APP 戴个耳机 就可以在通勤 走路 运动时候 听听我喜欢的宇宙主题类内容 这个给我带了很多灵感 有了灵感 设计主题 然后再搜集 整理 创作 最后展现给大家 对我及频道帮助非常大 另外 个人感觉 还有个特别的妙处 那就是睡觉前必须的听一段 现在已经是不听睡不着了 简直是助眠神器 当然 这么好的APP 我也想分享给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说不定对你有帮助 Himalaya这个有声书APP 它的优势就是华语内容很丰富 天文地理 历史名著 什么都有 而且都是正版授权 制作精良 特别是里面很多科普科幻的作品 质量十分高 刚好最近呢 我也替支持我频道的朋友们 争取到了专属福利 14天VIP免费试用 一般用户只有7天 这是只给订阅我频道朋友的特别礼遇 怎么操作呢 现在 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 就能领取使用名额 你先用14天 如果觉得不合适 卸掉就是 不会扣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你就充值继续用